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进入到12月,距离2023年YouTube Shorts YPP的开通日期也越来越近。 自从YouTube宣布在2023年2月开通短视频广告业务后, 无论对于网络从业者还是内容创作者来讲,都将迎来一个新的赚钱机会。 从近年来TikTok、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出, 短视频拥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并可以充分利用人们的空闲时间, 为平台带来流量和利润。 所谓短视频,就是时长小于一分钟的视频。 短视频可以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素材非常丰富, 涵盖了生活、娱乐、新闻、搞笑、游戏等内容。 短视频更适合当今的快节奏生活。 在工作的空闲时间,观众只需打开手机、滑动屏幕,就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相对于短视频,长视频往往更注重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表达、陈述。 适合有充足空闲时间的观众收看。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长视频和短视频各有优缺点,总结如下。 长视频的制作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 创作者往往需要准备专业的摄影、录音设备, 并熟练掌握视频、剪辑软件的操作方法。 每制作一个时长15分钟的视频, 创作者往往需要花费4到8个小时的时间。 尽管长视频需要一定的制作成本, 其优点是可以为观众带来有价值的内容。 相比长视频,短视频的创作更为简单, 创作者只需拿起手机,录制生活的片段。 然后使用手机端视频剪辑程序添加音乐、特效、字幕,就可以发布了。 所以说,短视频的制作成本和时间成本要远低于长视频。 尽管在内容表达的深度上无法和长视频相比。 短视频可以让人们不用过多地思考, 就可以获得欢乐和心情的放松。 统计显示,年轻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更高, 更喜欢在工作之余观看短视频。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 短视频的市场占有率还将不断地增加。 为了巩固行业领军的地位, 同时为了激励创作者制作更有价值的短视频。 YouTube经过了多年的实验和探索, 终于准备在2023年初推出Shorts广告计划。 无论你是否拥有一个YouTube频道, Shorts的合作者计划, 也就是YPP, 都是需要单独申请开通的。 也就是说, 即使你的频道已经开通了广告获利, 如果短视频的流量和订阅不达标, 也是无法开通短视频广告的。 我首先为大家讲解一下YouTube的两种 YPP计划, 以及申请门槛。 YouTube长视频的开通需要在12个月内 累计1000订阅和4000小时时长。 短视频需要在90天内同时满足1000订阅, 1000万次播放量才可以开通短视频YPP。 综合分析一下YouTube的最新政策, 由于短视频具备传播快、 播放量高的特点。 只要你用心制作高质量内容, 就可以快速达到1000万的播放次数。 根据YouTube的统计, 一个长视频新频道平均需要耗时8到9个月的时间, 才能达到YPP开通标准。 对于短视频创作者来讲, 如果能创作出好的内容, 就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订阅量和观看量的提升, 预计在1到3个月内就可以达成目标。 所以说, 无论你是否有YouTube频道, 都不可错过YouTube Shorts带来的赚钱机会。 短视频产业已经非常成熟, 制作方法也非常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行选择话题。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主要为大家介绍一种简单, 易操作的短视频制作方法, 也就是录制游戏中的精彩镜头, 快速获得流量和订阅。 随着游戏技术和虚幻引擎5的问世, 主机游戏大作的画面已经达到了4K, 8K的超高清分辨率。 实际的操作和游戏效果也完全可以超越电影的体验。 想必很多同学都喜欢玩游戏, 特别是一些游戏大作。 近期的3A游戏大作均发布在以索尼次世代游戏机PlayStation 5为主的平台。 同样,PC和微软、Xbox平台也可以玩到大部分游戏。 以最新的漫威题材游戏Marvel Spider-Man Miles Morales为例, 这款游戏首发于PS5平台, 并于2022年11月中旬在PC端发布。 以PC端为例, 流畅运行推荐GTX1060显卡。 4K60帧畅玩则需要配备RTX3070显卡。 而我们今天要做的, 就是录制游戏中有趣、精彩的片段, 并通过剪辑软件制作成一段一分钟以内的短视频。 在开始前, 你需要下载、 安装游戏到主机或者电脑上。 在游戏的同时, 开启录像功能, 就可以把精彩的片段保存到电脑中。 如果你没有游戏机或者高规格的显卡, 也可以在YouTube或者其他平台下载4K高清的游戏录像。 然后使用P2软件进行二次剪辑, 保留视频中的精彩片段。 首先, 我们需要录制或者下载一段16比9的高清视频素材。 然后打开任意视频剪辑软件, 选择新建一个9比16的竖屏视频。 节选视频中的精彩部分, 配上动感的音乐, 就完成了短视频的制作。 根据实际的需要, 你还可以添加字幕。 短视频的时间应控制在一分钟以内。 以漫威蜘蛛侠游戏为例, 游戏玩家可以操纵蜘蛛侠完成很多令人心跳的动作。 这个15秒的短视频在YouTube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6000万次播放, 可以说游戏类短视频是非常受欢迎的。 打开一个名为Venom的游戏频道,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频道的游戏类短视频播放量都是非常高的。 除了蜘蛛侠游戏外, 3A游戏还有很多,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录制多种类型的游戏视频。 除了高清游戏外, 你还可以录制各种手机小游戏, 以及趣味视频, 添加上背景音乐, 也能获得不错的播放量。 以这个Money Rush的小游戏为例, 这是一个免费的手机游戏, 下载量超过1000万, 拥有着众多的忠实粉丝。 你只需录制游戏过程, 发不到YouTube, 就会获得不错的观看量。 我会在下期的节目里, 介绍手机游戏短视频的制作方法。 总之, 短视频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 你只要能制作出趣味性强, 有震撼力的内容, 就会取得成功。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